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博 今天我们还是聊一下股市 昨天发了视频,很多朋友问 究竟这次牛市能走多久 之前的亏损还能不能捞回来了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A股市场曾经经历过9次牛市 形成牛市有三大原因 第一,政策要支撑 比如2014年底的牛市 就是有国企混改和货币政策宽松这个政策来支持 第二,资金要有保证 拿07年牛市来说 当时全球经济强劲增长 咱们国家的天量外贸资金 直接进入了股票市场 第三呢,市场参与情绪要高 A股市场的每次牛市都必然有大量散户入场 当然,这次也出现常说的大妈买菜指标 就是当你发现门口买菜的大妈都推荐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赶紧抛售了 废话不多说,继续解答今天的问题 究竟这轮牛市能撑多久呢 花博我给三个牛市撑多久的模绩 第一,全球经济基本面很差 并不支撑全球股市现在的估值 大家投资的时候要及时进行风险控制 短期交易的时候尽量不要加弹道 第二呢,现在咱们国家一定是后疫情时代最先复苏的经济体 值得以三年为一个周期,长线布局 第三,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极大 所以黄金和农业这些能够对冲贬值风险的品种特别值得关注 回头看看今天四大证券报的头版 你应该明白,决策层要的是一次慢牛 而不是风牛、快牛 即便这次是大牛市,也必然是以狗市开始 A股的狗市是什么? 就是指数上下串,来回跑 所以花博我还是提醒大家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